1個17歲的年輕媽媽 一句話不想找老公 就留下了對媽B在家裡 最後被媽B的媽媽發現 還報警 而留下對媽B的媽媽 也被警方拘捕 有網民開探 17歲是小孩 小孩照顧小孩? 其實疏不照顧兒童 和太年輕做媽媽有沒有關係呢? 2015年 港大和明愛做了個研究 訪問了392個16到30多歲的媽媽 大約7成受訪者 19歲或之前已經首次懷孕 當中3成半在兩年內重複懷孕 研究發現 重複懷孕的年輕媽媽 會疏不照顧兒童的機會 比起一般的年輕媽媽高出一倍多 而若兒的風險更加會高兩倍 明愛社工說 年輕媽媽比一般人遭受更多壓力和白眼 曾經有年輕媽媽 因為無力撫養兩個小孩 紋身和小孩一起自殺的念頭 港大醫學院建議 要為年輕媽媽的精神健康、 風險行為和教育小孩方面 提供更多適切的服務 希望這樣可以幫到年輕媽媽